大规模进攻 臣如今人少事单 名不正言不顺 难以驾驭 形势危急 请朝廷速派援军 并许臣以更多调拨军马之权 方能解今日危局 母后 这可怎么办 这个杀力也太笨了 请皇上宣旨 立即派人 持圣旨到洛阳 让晋王立即前往边关 执掌兵府 统帅三军 有先斩后奏之权 稳定大局 杀退瓦持 那沙利呢 皇儿 你赶紧再宣个纸 让沙利见到晋王之后 速速带着蒙叔 回京复命 日夜京城 几天的功夫 他们就能赶到京城 我们还有水局医的案子 等着破呢 那前线兵马应该还是不够 速发京城守军 再找一名元老子的总兵 火速增援 那晋王他要是不肯受命的 杀无赦 是 那我在这儿就去吧 这就去吧 小姐 不能让你去 不能让你去 冷笑 现在只有我能救还妹了 你照顾好自己就是帮我了 不行 就算你欺赠自己救出维小姐 那老爷怎么办 大家怎么办 不能让你去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快闪开 我求你了 我不能去 起来 起来啊 冷笑 阿弥陀佛 大师 大师你可算来了 都怪老娜一时疏忽 结果让人劫走了 维小姐 大师 急凶天定 当初要不是我一时恍惚 丢了香炮 让那个沙武起了非分之想 也不会有现在的磨难了 大师 你快劝劝小姐吧 他非要自己去床镇国府 因死相争 老娜已经派人探过沙府 确实未见维小姐 况且你去 无疑以孤羊头哪虎 又有何用 他们既然抢了人 怎么会让我们轻易找到呢 这个沙武本来是想抢我 现在环妹为我所累 我不能不管她 如果这样 谁来为水大人搬走呢 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维小姐了 少爷让我回来告诉你说 维小姐就被沙武藏在 凤凰楼里面 是被大侠亲眼看见的 现在少爷说 等天黑 他略施小技 来个人赃病户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回有大侠帮忙 看那沙武 往哪儿跑 快去给小的倒杯茶 来 牙轿 你们脚下留点神 可别颠着了少侯爷 知道吗 是 起轿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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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都安排好了 都按少侯爷和您的吩咐办妥了 顺天府的人安排好了 几十号捕快 个个都给了银子 以抓刺客的名义 前前后后守着 保证万无一失 那小娘们怎么样 小娘们刚从地窖里拎出来的时候 还又踢又叫的 这会儿也死了心了 她洗了身子 换了衣服 在里面等着了 猴爷不在家 咱帮这少侯爷成了这样的大事 臭小子 第一次干嘛 瞧把你紧张的 大侠 我们还等什么呀 还不救人 那狗崽子还没来呢 谁敢下手 我把这消息可告诉你了 下去不光给我抓人 还得给我救人 你到底是干嘛的 干嘛的 你不说我是大游侠吗 你不光是个大游侠 看见下面那些捕快乐吗 哪儿呢 没看见 下去你就知道了 下去的时候注意点 留点神 听见没有 哎 我